一个资料库就是一个档案 那如果你放在伺服器上面的话 那它就是一个伺服器 它是一个资料库的一个伺服器 那里面的话会放很多的资料表 资料表里面的话呢 我们可以按右键设计检视 就会有个栏位 所以它的阶层是资料库 资料表 栏位 那栏位里面可以放很多的资料 所以你可以把它切过来之后的话 你可以看里面就很多资料 那一般的需求最大就是查询 你可以怎么样把资料 先从Excel放到SS里面去 尤其是大量的资料 你可以把它放过去 然后再把它查回来 查到你的Excel里面 然后放在哪个地方 你会去指定 还有查回来有哪一些栏位 你也可以指定 比如说我们这边有十个栏位 你可以只查你要的 我们用个star是全部 你可以你要姓名 所以你就slide姓名逗点 然后比如说在邮递区号逗点 再来程式 那三栏他就查三栏 一栏就查一栏 你可以有很多的弹性 那这个部分因为我们课程 没有定位在Sequel 我只是举一身 所以如果各位要深入了解 如何做那个查询 Sequel语言的查询 请各位自行去图书馆 或者是书店 找Sequel语言的 那个章节里面查询部分 就会有详细的说明 因为我们不可能说把这边讲的很多 然后可能时间上也不够用 所以这部分请各位再参阅一下 如果你的需求很简单的话 其实我觉得大概这样子的一个查询的指距离把它弄熟 基本上一定就比像刚刚同学问到那个VLUK函数 一定就比VLUK函数强太多倍了 VLUK函数只是只能查到你要的某个部分的资料而已 但是如果说你要下条件 VLUK函数是不行的 那那个会有 会有后面你可以加很多变化 甚至你可以多条件 会有后面还可以加一个AND 就是可以两个条件 三个条件 都可以 可以做很多复杂的查询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想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下Seql的查询的那些章节 都会有说到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把资料做查询之后 那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只是做了一些修改 那特别注意就是说 这个地方 如果我们再来做其他的练习 比如说我的需求非常简单 当然你们可以自己在 再去思考 如果说你做出自动化之后 刚刚是针对地址的部分 去做查询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诶 突然老板跟你讲说 那这样子你姓名也可以帮我做一个吧 对不对 所以增加一个按钮叫姓名查询